有消息传出歌手张慧妹 有意参选平地原住民的立委选战 从她去年12月底在台东举办 免费跨年晚会就可以看出端倪 甚至有地方知情的人士表示 有听说张慧妹要选台东县长 网友对于阿妹从政都表示支持 但她本人还没有证实这项消息 虽然几率不大 但阿妹有没有可能投入政坛 已经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舞台上竞歌热舞台下粉丝还到最高点 歌手张慧妹2020跨年夜返乡台东 免费开唱吸引上万人 成了全台跨年晚会人数最多的议场 现在网传她有意转换舞台 要投入政坛 网络天文写着可靠消息 透露张慧妹要从政 加上阿妹足及平地原住民立委六国栋 因贪污案遭起诉 被预令一千万元交报 使得张慧妹可能投入立委补选 但根据中选会规定 平地原住民立委缺额达总名额的二分之一 才会进行补选 现在总名额是三个人 所以就算少了六国栋 也不会有补选问题 地方知情人士表示 有听说张慧妹有意参选台东县长 网友对于张慧妹从政都表示赞同 还说以她的知名度 不需要出去败票 就可以选得上 但张慧妹本人没有证实这项消息 热爱唱歌跳舞的张慧妹 1996年出道后在华语流行乐坛 有着极大影响力和地位 虽然几率不大 但有没有可能 真如外界所传 转换跑道 投入政坛 大家都在等着看 记者综合报道